经济 政策 资产价格 展望2024 大家好 我是老丁 在去年的1月1号 我们预判2023年的全球资产价格 将会走出先亿后扬的趋势 以美国为首海外资产 在年中开始扬 国内股市将会从四季度开始扬 如今一年的时间走下来 我们回顾当时的判断 美股扬起来的时间点 要比预期提前一个月 在5月美股横盘调整完成后 就出现了明显的暴涨势头 强于预期 A股港股的羊 仅仅在10月末时候 出现了短暂的反弹 可反弹的形势并没有延续下去 弱于预期 今天又到了新一年的年初 我们要对2024年进行展望 现如今市场投资者 普遍对于明年的A股港股预期 都是比较悲观的 而对于美股预期 都是很乐观的 那么是不是2024年 真的如大家所认为的呢 从我的视角 先给2024年定个调 我认为这一年 将会成为投机者的机会年 所谓投机者的机会 是指大多数资产 都会出现剧烈波动 会有足够利润的上涨 也有足够空间的下跌 这样的现象 将在全球的各个大类资产当中 有所体现 稍后 我会针对各个大类资产 做详细的阐述 所以2024年 想要投资投机赚钱 市场的选择很重要 进出时间点的选择也很重要 单纯的长期持有 和盲目的选择单一市场 在这样的年份里 都可能不太容易赚钱 接下来 我们详细阐述我的判断 2024大类资产价格 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这一年的投资标的 又该主要选择哪些 我们再看资产价格之前 先看明年资本市场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当下的A股港股 对其今后的走势 影响因素最大的 就是今后的政策预期 和经济复苏预期 在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政策预期上 当然需要有足够大的确定性 才能让更多的长期资金 再回到股市 倘若没有足够大的确定性 那么明年的东方资本市场 可能就会比预期的弱一些 另一点 就是能够给居民带来复苏信心的事 则是今后的房地产销售数据变化 如果我们只是看消费数据的变化 2023年11月份的 社会消费流售总额 居然有10.1%的增速 这可以说是一个很亮眼的数据了 并且截止到11月份 2023年全年累计的消费数据 都有7.2%的增速 但是到目前为止 资本市场还没有过大的反应 所以只看消费数据还不够 现阶段经济和消费数据短期的转好 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明年如果想要资本市场转好 要么就是让国内外的投资者和经营者 相信今后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并且政策将会在很多年的时间里 具备连续性和确定性 假如我们能在明年的某个时间点 见到这个 那么东方的资本市场 必将迎来很大的反响 另一点 就是对于未来经济复苏 预期很重要的房地产销售数据 目前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 以及近些年房租不少的贯彻实施 再加上房价的居高不下 三座大山 让人们对于买房或新村疑虑 还有现阶段价格的限制 更是让房地产的买盘和卖盘没有触碰到一起 所以房地产销售迟迟难以放出成交量 更是让社会上的资金流通不够充分 假如明年某个季度 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多地方地房地产销售数据 出现明显的成交量放大 那么届时强大的复苏预期 也才会开始孕育 以上两个 就是东方资本市场的主要因素 说实话 目前来看 对于今后政策是否会表现出远期的确定性 和房地产在何时才会出现成交量的放大 都是很难预知的 因为缺少预测的数据和根基 所以也是由于未来的难预测 那么A港股 暂时都会表现出成交量缩减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直至我说到的这两个因素出现变化 另一边 当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市场 在这个阶段影响最大的因素 就是接下来的货币政策和美国经济数据表现 尤其是美联储在明年的降息政策 会直接影响全球投资者选择投入风险资产的仓位 目前看 根据美联储的点阵图显示 明年美联储大概率将在6月左右 进行第一次的降息动作 如果通胀回落的顺利 可能在三月末的会议上 就会出现第一次的降息动作 唯一的风险项 就是由于美国已经将基础率升到5.5% 在高率率区间时间久了之后 可能会给经济一些打击 不过根据今年美国经济数据的强势表现 暂时市场对于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期 是弱衰退 这就是西方资本市场 在当下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以上分析 如果展望接下来的2024年 我认为明年投资市场的选择 都是极其重要的 因为明年除了股市 黄金 鲤等大宗商品 也是很值得期待的 由于降息预期的来临 美元指数在11月初就开始出现回落 如今已经跌到101 可虽然因为降息预期 很多资金开始抛出美元 但是美国的资本市场依然有吸引力 所以明年美元指数 更大概率将会维持震荡格局 不会出现大面积的贬值或者升值 与此对应的 2024年的人民币汇率 也会比今年更加稳妥 海外降息预期的到来 使得人民币压力减小 可即便是再小 我们想要看到一六开头的人民币 还是要等一段时间的 7到7.3将会是2024年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安全区间 再看风险资产黄金 2024年也还是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的 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 让多个国家都正在囤积黄金 伴随着2023年黄金的价格 一度突破历史高位 人们对于黄金的热融程度 也开始出现陆陆续续回升 只不过我对于黄金的判断是 先下后上 暂时的热衷很容易让价格回落 可暂时的回落也难改长期大事 另一个我要着重提及的 便是金属锂 我们在之前锂矿周期的视频中提到过 根据历史数据推演 2023年四季度将会是本轮锂矿周期的低点 2024年 随着国内汽车销售市场和经济的稳定 以及市场在前段时间里 相关产品的产能不断出清 定会使得明年的里出现明显的回升 这里面更多的影响 是因为周期的力量 回到股市 明年的海外资本市场 可能会有更好的表现 趋势向上 A股港股 随着市场低估值的影响力 在明年一季度末前后 也将大概率出现触底反弹 只是反弹之后 行情是否可以持续 暂时无法预知 如果那时候我们期待的政策 和房地产销售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那么东方市场将会迎来更大的曙光 以上内容 就是我对明年全球各个大类资产的判断 整体来看 我对明年的资产价格都是偏乐观的 尤其是上半年 这种乐观的来源 是认为明年各个市场当中 至少会有一次确定性比较大的普世机会 目前的东方市场 显然已经估值触底 只需要一个导火索 便可至少出现一次触底反弹 目前的美股市场 前景利好预期不断 所以持续向上的动能依旧不改 2024是投机者的机会年 很多资产价格可能都会出现阶段性的大起大落 选择市场 选择时间 会在这一年变得格外重要 我是老丁 朋友们 下期见